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佳佳 现在生活真的很方便 好像你想买一些药材 下楼就有市场又或者是药店 甚至乎不想下楼买 直接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不过有一些药材它的价钱就比较昂贵 而有些商家为了谋取暴利 就会以致冲口 甚至乎拿些假东西当成真品一样卖 好像近几年也有不少的媒体 曝光过食材的安全问题 就拿枸杞为例 就有染色枸杞的情况出现了 一般我们买食品的时候 我们都会喜欢选顏色鲜艳 外观漂亮的 但最近却又不识过新闻说 枸杞千万不要买鲜艳的 因为漂亮的枸杞 可能被二样化流化妆广 交易者郭先生最近就向我们反映说 他买的枸杞会掉颜色 从表面上来看 这些枸杞颜色鲜红亮泽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用水泡过后就有些不正常了 逃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水 迅速变红 我就怀疑是染色 在采访中一些商家告诉记者 为了卖相好一点 有的枸杞确实是经过了加工 听完刚才的片段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会不会 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既得人害怕又觉得很激烈 本身要拿来保身的食材 反被添加了一些化学元素 保身不成反伤身 不知道现在广东的市面上 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有这些枸杞又会不会 有染色的现象出现 首先我们先去调查一下 街坊朋友平时是怎样去选购枸杞的 还有识不识得去怎样分别 染过色的枸杞呢 从随机调查来看 我们知道 各位街坊购买食材的渠道不一 有些从药店选购 也有去市场买的 或者网上商城进行购买 而对于质量问题 他们有些就说 凭着多年的生活经验可以改变 例如真假狗击的颜色 以及气味都会有不一样 而有些直接就说 买贵一点的就一定没事 便宜一点就会有劣质甚减 那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广州到底有没有染色的枸杞呢 带着这个问题 调查员在市场上购买了几份样品 回去调查 而为了对比更加严谨 我们从比较信得过的 《养生食材》昨天网站 也都购买了一份样品 好了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桌面上就放着四包的枸杞 其中有一包就是在网上订购回来的 而正如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去批发市场买回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包的枸杞 它们分别呈现出来的状态都不多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来对比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款 在网上订购回来的一个枸杞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比较均匀的 每一粒基本上都是呈现暗红色 只有个别的 真是很个别很小的 是会有一些一小部分的橙色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二款 在批发市场买回来的枸杞 它的颜色相对起第一款来说 是更加均匀一些的 差不多每一粒都呈现一种暗红色的 从表面观察来看 前两份枸杞颜色都比较均匀 而且呈现暗红色 而第三份枸杞也都差不多 不过这四个枸杞的颜色就稍微有点不同 有些呈现暗红色 而有些就是鲜艳的红色 而调查员闻了一下气味 发现部分枸杞的样味比较浓 因为有网友就说 如果想知道这个枸杞 到底有没有染色的情况的话 就可以放在杯上或者盘上 用一些热水去浸它10分钟 如果说它有被染色的话 水就会变成红色 而且在拿这一粒枸杞的时候 手上也会沾到少许红色 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现在马上就做一下这个实验 染色枸杞怎么变别呢 我们在网上手上 我们发现不少网友都说 如果枸杞浸在开水里面 如果水变成红色 而且用纸巾抹一下被开水浸过的枸杞 纸巾会变成红色 这个枸杞就可能是被霸装过的 那这一种隔别染色枸杞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我们继续实验 现在就过了时间是10分钟的 晚上来观察一下这4杯的枸杞水了 从颜色上面去看 我们就没有发现 好像网友所说的变红的现象 不过我们就见到这些水 好像变得比刚才更加的黄 那最黄的呢 应该就是这个第4款的 在批发市场买回来的枸杞 我们可以见到它的颜色 是4杯当中最深的 而其次的就是第3杯的 继而就是第2杯 那第1杯是最不黄的那一杯了 所以按顺序来说 是从1到4是越来越黄的 经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 经过浸泡 吃过烧杯的水都有明显的变性 但是都没有变成红色 而是变成了黄色 而这些水的黄色深浅不一 而接约来调查员就用纸巾 测浸泡之后的枸杞 看看这些枸杞会不会脱升 网友都说了 要判断这个枸杞是否被验识过呢 除了看它浸出来的水之外 还要看看这个枸杞当放在手上的时候 会不会有红色的水出现 那为了给观众朋友看得更加清晰 我们就拿了一张纸巾 就索了在上面的水 那看看这个在网上订购回来的枸杞 会不会出现脱色的情况 用纸巾测试之后 除了从购物商城购买的1号样品 没有二样 其余三份都有明显的脱色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枸杞 经过验识呢 这个方法不是非常准确的 因为枸杞它本身里面含有这个色素 这个色素是部分容易水的 所以来讲枸杞泡水的话 那个水的颜色会部分变成一些红色 但并不代表了这个枸杞是难过射的 而是它本身的这个含有的维生素 容易在水中变成了红色 如果这个枸杞泡在水里面 变成那种这个黄色 或者说黄色比红色还要重的话 那可能这个枸杞是经过了蓝色的 专家告诉我们 正常的枸杞泡水都会出现红色 属于天然色素的溶解现象 并不可以说枸杞是染色 不过这种色素溶解也要看颜色 通常枸杞泡水之后会呈现一定的红黄色 红色就比较浅 而染色的枸杞会呈现鲜黄色 从刚才的实验结果来看 四份样品都变成了黄色 而且颜色一个比一个鲜染 难道它们真的被人工化妆过吗 染色枸杞当中 到底添加了什么化学物质 可以令到它的颜色体裁比较鲜艳呢 经过我们的一番网上搜索 和新闻的报料 我们知道原来一些层型枸杞 它是里面加了一些亚硫酸盐 和一些鱼氧化硫 就令到它的颜色体裁比较红浴和鲜艳一些 因为像狗几这样的中药材保质期短 用硫黄分裂以后不单可以防冲 延长保质期 而且还可以提亮药材外观 令到看上去埋上都更好 所以现在这个不法相加 会在制作过程当中 采用硫黄分裂的方式尽量加工 我们从市面上购买的这四份狗几 经过浸水之后都变成了黄色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它们是被硫黄分裂多了呢 我们还是通过专业的检测来说话 根据结果是有两个是阳性的 就是超标了 经过检测 四份狗几都检测出含有二样发楼 但是从网络购买的一号样品 以及从市场上面购买的三号样品 而另外两份从市场购买的狗几样品 都超过了国家食品标准的两倍 食品专家表示 当食品的二样发楼超过每千克 五十毫克 那就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吃了这个被蓝色的狗几 主要对人体一个是消化系统 会带来很多的损害 因为蓝色的狗几 主要是含有蓝色的狗几 蓝色的狗几有很强的清水性 它会吸附在我们的呼吸道 跟胃肠道的黏膜 那么对我们的肝脏肾脏都会带来损害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还会导致神经炎跟骨髓萎缩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长期食用二样发楼超标的食物 轻者会对肠胃造成刺激 严重起身会危害人体健康 而且正硬线通过检测四分九几 两分九几都显示二样发楼超标 这些经过染色的狗几离我们这么近 作为普通消费者 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老师那现在呢在桌子上就放了四份样品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怎样去判别这些枸杞有没有被染色 一般呢就是看这个枸杞有没有被染色呢 主要是分几个步骤 一个就是看 那么呢 如果说这个枸杞 您看的颜色呢 是非常鲜艳的 鲜红的 那这种被染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第二呢 你可以把这个枸杞呢 你拨开看一下 如果这个被染色的枸杞呢 它外面颜色很鲜 但是里面呢 就拨开了里面非常干 这个颜色呢 也很暗 很干很暗 那这种呢 很经过了处理的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枸杞呢 到手里面这样五个几秒钟 然后放在鼻子下面来闻 如果这个没有被染色的枸杞呢 它是会有一种那种 枸杞那种甘甜的这种清香的 而被染色的枸杞呢 它就会有一种 呛皮子的那种刺激性的味道 那个就是那个硫磺 或者二氧化硫的味道 第三个呢 就是你拿这个枸杞 放在嘴里来尝 如果没有被染色的枸杞呢 它吃的嘴里面是那种 很干净的味道 那不是的枸杞呢 就吃起来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那种很涩 然后有一种口味的味道 生活调查团提醒各位观众 辨别染色枸杞 第一可以从颜色上面辨辨 先的枸杞纸 因为产地不同 而色责有所不同 但颜色都是很温和 有光泽 肉质饱满 而被染色的枸杞纸 大多都是往年的情况 从感官上面来看 肉质较差 没有光泽 外表它是非常鲜能有人 所以买枸杞的时候 一定不要探色 第二从气味上变变 对于被硫磺分裂过的枸杞 只需要拿一堆出来 用双手掩一阵 再放入鼻底下闻一闻 如果闻到刺激的吞味 那就可以肯定被硫磺分裂过 第三 通常枸杞浸水之后 会呈现一定的红黄性 红色比较浅 而染色的枸杞 会呈现鲜黄性 如果将枸杞浸泡清水之后 清水变成了鲜黄性 这个枸杞就可能被硫磺分裂过的了 刚才黄老师教了我们 简单的如何快速去辨别 一些枸杞有没有被掩饰 其实除了掩饰的情况之外 我们都希望吃了一些枸杞下去 是可以达到一个 保养保身的一个作用的嘛 所以黄老师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这些枸杞 它们的产地 以及它们的优劣呢 像我们台上的这四份样品 它们都是来自哪些产地的呢 中国的枸杞的主要草区呢 一个是青海 一个是零下 一个是新疆 那么青海的枸杞呢 这个枸杞呢 应该是青海的枸杞 因为青海的枸杞呢 因为它地质清浪高原 它的预造时间很长 然后作业温差也很大 一年呢并且只有一季 所以它的枸杞果呢 相对来就是要大一些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应该就是那个零下的果子 零下的果子呢 比青海的果子呢 越小一点 然后青海的果子跟 零下的果子 都是属于这种仿杞 和原型的 这个果子呢 应该是属于新疆的果子 新疆的果子呢 它个的稍微小一点 但是它相对来讲 是原型一样的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不同 各地的枸杞的品种 和外观也都不尽相同 新疆枸杞过头圈 含糖量高 而零下枸杞就比较大 肉口皮薄 味甘甜 色鲜孔 青海枸杞质地比较柔软 多糖质 滋润 味甜 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一直认为零下枸杞是最正中价 但是专家就告诉杰迟 青海枸杞一年产三到四次 而零下的枸杞一年就可以产到七到八次 青藏高原超糖纸外线照射之下 含糖量和弱性都要比零下的要好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分辨了 但是来讲其实从品质来说 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枸杞应该来讲是最好的 因为它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它是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环境上生长的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四大洁净期之一 第二个来讲在青藏高原的枸杞 它遇到时间长 遇到时间长就是说明它的光合作用就很强 然后住夜的温差就很大 到了晚上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流失 所以就造成了青藏高原的枸杞 青藏的枸杞 比其他的枸杞来讲的营养成本相对要更好一些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懂得 怎样去辨别一些染过式的枸杞 其实在买这个食品的时候 大家应该注意一点 好像有些街坊朋友 在买水果又或者蔬菜的时候 就会特别选一些帥仔一点的 还有色泽鲜艳一点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更加应该留个深眼 就好像这个枸杞那样 如果它看上去是非常鲜红的话 很有可能是被掩饰过的 说到这个滋宝养生 除了要懂得选择优质的食材之外 怎样吃都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如果不合理的烹饪方法 就会大大地流失了当中的营养成分 没办法最优化地利用食材了 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粥 多糖等营养物质 对肝臣阴选 腰失酸软 头腕肩膜 有着显着的作用 不过平时我们在烹调的时候 这些枸杞当中的丰富营养物质 是不是可以好好赶保留在食物里面 被我们所吸收 正所谓智慧在民间 首先我们会去采访一些街坊朋友 平时是怎样去吃狗忌的 我们吃炒汤 做甜品的时候会多吃一点 我们泡水和煲汤水也可以放 煲汤里面也可以 不是煲汤的 你泡水也可以 煲汤也可以 炒汤也可以 煲汤泡水泡汤炒菜炒菜的 看来那位街坊都各有烹饪技巧 那哪种方法才可以最大化保留营养 发挥它的功效呢 由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越来越多人也会购买一台 介用碎取而碎取食材 那这种的食法和传统食法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我们还是通过实验完整 到底怎样的食法才可以最大保留 宁脂当中的营养成分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养生呢 我们现在就准备做一个小实验 在桌面上我们就准备了三份等量的杞子 而这些杞子都是在同一包杞子当中分出来的 这些杞子都是在商场买回来的漂亮杞子 那我们马上就来进行实验了 那第一个实验的方法呢 就是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部碎取机 来碎取这个杞子当中的精华 那这一部碎取机的方法非常之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好像烫豆一样的装水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要放少少水在这个位置 在正式间别之前 实先调查员用这一台家用碎取仪器 取出狗几的精华液 第一步调查员先取出狗几一小包 然后在蒸气发生气里加入适量的水 以及在精华液杯里面加入40毫升的水 做好食材配备准备之后 点击按钮开始碎取 在等待碎取的同时 调查员接下来又用喝水冲泡 和炖着这两份同样重量的狗几 好了 经过了30分钟的时间呢 刚才放入碎取机里面的杞子呢 就已经变成了杞子汁了 马上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将当中的药品放入保鲜盒当中 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杞子香味 比起这两种的做法 香味是要更加浓郁一点的 照这样看上去 好像这个营养成分就会比较高 因为看上去的颜色 就好像我们平时喝的中药 或者药材汤的颜色 看上去就好像很营养 但具体情况会是怎样呢 我们都是要把它送去专门的检测机构 检测一下才可以得出结论了 现在就将三分的药品收集起床 然后送去检测一下 检测结果显示 通过冲炮、蒸煮、碎取这三种方式处理的九几多糖分别是 每100毫升0.064克、每100毫升0.13克和每100毫升0.21克 卫生数分别是 每100毫升0.058克、每100毫升0.14克和每100毫升0.26克 其中碎取方式释放的营养成分含量最高 养生专家说 目前民间的这几种食法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在食肠的利用率上面较低 由于传统的食用方法 很难将食肠的精华提炼 或者发挥到较高的利用率顺炼 那么传统的方法就是肩发、阻发、顿发 那么这些方法都是传统的用法 它对一些集容性的物品容易提起 但是对食物里面的一些有效的非法性的物质 食物活性的物质容易流失 炮的方法吸收的效率就比较差 磨碎的方法、生殖的方法 那么氛质保持人类的氛质有大的结构状态 所以不利于人体的吸收 传教说 狗几含有丰富的多糖和维生素必因 而这两种营养有效利用的话 但煎煎煮法主要是提取水溶液营养物质 对一些细化性物质和活性成分容易 会造成流失和破坏 对子溶性物质提取不理想 而多糖是子溶性物质 水溫煮法会令到多糖 没办法保留得非常好 一般冲泡法综合提取效果差 无论是子溶性物质多糖 和水溶性维生素B1 都不可以好好保留 生食和磨水利息 食材仍然处于大分子结构状态 不利于精华释放和被人体吸收利用 这种食用方法的利用率高低 最起食物的方法是目前公认的一种方法 以医学的制药领域 根据不同的食物的特性 采用不同的吃的方法 采取的方法 比如说水溶性物质 采用萃取蓬松技术 食物瞬间蓬松 有利于乳酵成分的提起 蒸漏法适合于非法性的食物 脂溶性物质适合于乳化的方式提起 催起方法最大限度的吸取乳酵成分 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相比起生食、冲泡、炖煮等传统的食法 摧取可以令到食材当中的绝大部分 一核成分提取成小分子高活性的浓缩型 服用这些摧取的精华 人体吸收利用食材的营养更多和更快 养生保健效果更加明显 同样效果也更加自省食材 养生食材食之有道 想吃得健康除了要选择一些优质的养生食材之外 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 比起其他的食用方法 随便可以更加好保留食材当中的营养 所以电视机前的你不妨也试一试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半 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短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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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